玉立正为了提供公共开放空间 健全市区整体环境品质 已经申请到清水公园第二期工程1000万元 玉立正名代表罗世权定期会咨询时表示 虹桥下的清水公园规划执行 应该要尽速办理 给玉立正名以及游客更好的空间 玉立正为了提供公共的开放空间 以健全整体市区环境的品质 已经申请到了清水公园二期工程1000万元 玉立正名代表罗世权定期大会的时候 就表示了 虹桥下的清水公园的规划执行 应该要进出办理 给玉立正名以及游客有更好的空间 清水公园啊 你好像每次市场报告都有提出来的 每一次都要继续求经费 找经费 已经讲了两年半 第五次会议 第五次会期 每次两年半的时间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下完 从一上任开始一起做完了 没有错 好像是无人之拐 但是二期你一直讲说还要再做 还要再做有用吗 那我一直在建议说是不是可以 既然都没有办法管养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归还给铁路局呢 一期是我们如果往客层的话是右手边 我们二期是在左手边 左手边这边我们有规划 就是平车位以及宾室厕所 因为到时候这个场域我打算到时候配合农会 还是我们公所办活动 那个场域是很厉强的一个地方 另外罗世权也说 也有许多居民反应 停水公园因为疏于维护 导致杂草重生非常不美观 虹桥是花莲知名的景点 游客来到玉里必定会前往牌照 可以说是玉里镇的门面 希望后续二期规划当中 将公园周边规划安全的措施 让证明有一个干净整洁的休憩空间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